谢谢东宁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说 将在一星期内取消实施了数十年的紧急状态法 阿萨德星期六在向全国转播的对内阁的讲话中发表上述讲话 反政府抗议者一直要求取消紧急状态法 阿萨德说失业尤其是年轻人失业仍是叙利亚最大的问题 星期六早些时候成千上万案道者参加了被亲政府力量打死的一名男子的葬礼 出席葬礼的人们高呼要求自由的口号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天访问东京期间宣布 日本和美国将结成伙伴关系 重建在3月11号九级地震和海啸中被摧毁的社区 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在日本访问 展示美国在发生致命地震和海啸 以及目前存在核电站危机的情况下与日本站在一起 在这次短期访问中 希拉里·克林顿会晤日本首相兼职人和外相松元刚明 还将应邀和天皇名人和皇后美智子在皇宫饮茶 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星期天说 该公司希望在6到9个月之内控制住这场危机 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盛吴恒久在记者会上说 该公司计划把福岛核电扇受损反应堆置于冷关闭的稳定状态 并最终覆盖反应堆制止核辐射 使居民得以返回家园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古巴政府官员的任期限制 他和他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统治这个岛国长达52年 卡斯特罗在星期六执政共产党的党代会开幕词中说 政府官员应该只担任两届每届五年的任期 他没有对这一限制提供任何细节 另一方面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之一守望教会 连续第二周在户外举行敬拜 但和上周日的敬拜活动一样 这次集会同样被警方驱散 有20名教友被送上大巴带走 此外设在美国的基督教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发布声明说 守望教会负责人金天明牧师 星期六晚间被海淀公安分局传唤带走 而上周日集会现场负责人教会牧师李小白和妻子 也于当天被警方带走 在派出所积压两天后获释 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说 还有多名教会领导成员被软禁 一些教徒失去了住所和工作 美国之音记者致电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派出所 核实这一信息 派出所民警表示无法答复媒体 需要找上级领导机关询问 上周日守望教会在同一地点举行的户外集会 同样受到当局驱散 警察封锁了这一地区 并将大约200名信徒带到附近的一所学校 登记身份 还有一些信徒被送上大巴带走 基督徒公益网上公布了海内外基督徒 为守望教会至中国政府陈情书签名的第一批名单 目前有中国大陆 香港 美国 加拿大等地的40人 在陈情书上签名 加拿大等地的70人 感谢观看